欢迎收看月嫂亮亮的私房话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一聊 宝宝发烧了怎么办 在很多新手爸妈呢 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遇到宝宝发烧了 该怎么办呢 然后呢我们也经常听到 半夜宝宝发烧送急诊 那怎么办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呢 到底遇到宝宝发烧的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那要做什么事呢 才能缓解宝宝发烧的不舒服呢 现在目前比较普遍使用的是耳温腔嘛 那我们都会用耳温呢 先测量一下宝宝的一个身体的体温 耳温呢标准是在38度 C如果超过38度C呢 其实他的警示灯也就会响起了 就代表宝宝现在有发烧的症状 发烧了要怎么办呢 亮亮要请各位爸爸妈妈注意一下哦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发烧呢 其实他是一个症状 他不是疾病 所以爸爸妈妈这时候呢应该要先放松心情 不要那么紧张手忙脚乱的 你要先观察一下宝宝他为什么会发烧 是不是之前的生活作息啊有改变啊 或是说吃了什么东西啊等等的 而不是说一发烧赶快送医院哦 然后跑急诊这样子 不是的 而且如果你马上的送急诊呢 或是送医院的话 当他的发烧的症状来的时候呢 医生其实也只会请你哦 那我们就先做一个症状的治疗 然后再观察 所以医生也不能马上立即就 因为发烧就判断出 哎宝宝有什么样的一个生病的状况 所以呢我要切记一件事哦 发烧他是一种症状 他并不是疾病 他只是譬如说有一些细菌啊 或者是一些病毒感染 在潜伏期时候呢 他就会有发烧症状的出现等等的哦 又例如 婴幼而常见的玫瑰疹 他的典型症状就是 三到五天反复的发烧 只要发烧结束 然后疹子出出来 其实小孩就没事了 所以呢 爸爸妈妈有时候呢 就必须要去听一些这些 卫照的资讯 来补充一点自己对于 发烧症状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概念 好那第二个呢 如果假使宝宝发烧了 我们要怎么样帮宝宝 缓解发烧时的不适呢 有几点呢 亮亮老师就会建议爸爸妈妈 第一点呢 因为婴幼儿 他的体表面积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 第一个先身上的衣物 先退去 就是穿少一点 不要穿那么多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用温水 适浴的方式 就是用温水 帮他擦澡擦身体 利用水分蒸发的原理呢 将他把身体里面的 那个热能给带出去 让他把体温降下来 再来呢 就是保持室内的通风 然后呢 适时的帮他补充水分 那做到这些呢 都可以帮助宝宝缓解 他在发烧时候 哭闹啊 情绪不稳的 这些不适的感觉 再来爸爸妈妈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后续开始做观察 如果说有发现 比如说开始嗜睡啊 食欲不振啊 活动力已经下降了啊 甚至有肌肉抽搐 甚至是 你也发现 他大小便也有益状的时候 其实就出现了就医的警讯了 还有一个警讯就是 比如说他发烧 一直高烧 甚至已经烧到40度了 这些都是就医的警讯 所以这时候呢 父母亲才要赶快 把小朋友送到医院去 来给医生做一个判断跟治疗 才不会延误就医的时机 所以以上这几点呢 亮亮要告诉爸爸妈妈的 发烧不用紧张 先做缓解症状 然后呢再持续做观察 如果发现警讯 就立即送医 把握以上几个原则 就不用慌张跟害怕咯 以上月嫂亮亮的私房话 我们就下周见 拜拜